疯了吧,6000块买这样一颗老牙齿 为了不亏本需要做个大手术 包括分盆、高压、根苗一栽 内容有点多,需要分两棋 留个关注点个赞,开干 把它们分成两棵,最难的就是刨根 作为母本种了很多年 根系出状,早期的护心土留得多,不好刨 四周用了风化土就轻松很多 还好两棵树张连的根不多 但是交叉根串在一起也很难分开 剧掉交叉的大根就可以直接撕开了 根系太多,先慢慢梳理 刚刚剪断的大根先留着 后面还有用 这次全用颗粒风化土,尽可能多的保留根 老牙式的根越壮,挂果越多 花盆也尽量大一点 为了避免根系脱水,先浇水再造型 昆明近期气温下降不会太快 我现在当心修剪完会再次发芽 如果发芽,花芽有可能变成叶芽 或者提前开花 这个环节大家不要模仿 最好在落叶后再分盆 之前疏于管理,履线已经限丝 老牙式预合很慢,拆线一定要及时 修剪原生母装最难的就是舍不得枝条 剪掉哪只都觉得可惜 包括果子,芒树果子摘掉 你是什么感觉呢 这个勒痕不好处理,加上质杠太长 干脆做个高压包 同时解决两个问题还能多出一个原生小装 高压需要注意五个重点 第一,环剥距离稍微长一点 第二,剥皮一定要深一点 还要刮干净,晾干以后再包土 第三,用塑料袋比现成的高压包要更好 第四,用颗粒土,土越多越好 第五,包起来不要急着浇水 明天再浇,袋子上下搓上孔 和盆土一样正常浇水就可以了 你猜猜需要多久能够生根分盆呢 再加上一层大颗粒土给根保湿 翘起来的根修理平整贴锡纸 高压包也贴上锡纸 因为根更喜欢黑暗的环境 点赞收藏静待后续 明天继续更新另一颗和剪下来的根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